人生無常 永遠猜不透是明天先到還是意外先來 我是蔡秉鴻 台灣面積不大 但景點是非常的密集 旅遊業者就順勢推出了各種的一日遊行程 價格不但優惠 而且對現代忙碌的上班族來說 一日遊其實真的是 短暫閒暇之餘很不錯的選擇 但是方便又省錢的一日遊 背後很可能是觀光客們 也就是你們正在拿命換旅遊 這就要來說起台灣近年來最嚴重的一場游覽車車禍 2017年2月43號晚上9點多 由碟戀花旅行社承辦的武林農場賞英一日遊 在回程行經國道5號 轉國三南向的系統扎道的時候 在這裡要經過一個非常彎的大彎道 但不知道什麼原因 司機在這裡並沒有減速 而是維持原車速強行過彎 結果導致了游覽車重心不穩 向右側翻衝出護欄翻落了偏頗 游覽車橫島在邊坡就有點困難 情商出動大型吊掛機具 搶救了近三小時的時間 才順利將游覽車搬正 游覽車車頂整個被削平 車頭嚴重毀損 扳擊凹陷 車體沒有一處是完整的 恐怖的撞擊痕跡就連現場經銷人員都說 沒看過這麼恐怖的國道車禍 游覽車翻落邊坡之後呢 車頂直接和車身分離 乘客座椅噴飛 而這個結果 就是所有人被拋出了車外 運氣好一點的滾落到邊坡旁 身受重傷 能慘一點的 不是失手分離 具體斷裂 就是被重重的壓在游覽車下 意外來得很快 整個過程發生不到十秒鐘 瞬間就帶走了33條人命 游覽車翻覆邊坡 十五分鐘後 警銷抵達 進來 進來協助多分 手套戴著 有有有 你不然就一件衝過來的 全部從你那邊送過來 大神呼救請求支援 黃金救援時刻 拚命和死神拔河 必須民眾表示喔 車輛是坐滿的 車輛坐滿的 現場移動大方 移動大方 需要超過四十步 四十步 車輛 右車 我會動一下 如果痛你的耐耗 會痛 跟我講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沒事 暗夜之中 靠著手電筒和探照燈的微弱光線 救出重傷患 來 頭頂 連來一下 頭先過去 下來啦 站在那邊幹什麼 來 這麼高 這麼高 快點 快點 下啊 來 趕一下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來 趕一下 患者傷勢 主要都在頭部 撞擊過後 鮮血直流 現在先退 現在先退 帶來 粉紅菜 帶來 粉紅菜 請退 什麼關係 我怎麼不要用 跳頂 當時都是肢體扭曲變形 還有看到頭被削掉一半的 然後很多都被壓在車底底下這樣 33條人民的視序是來的太急太突然又太過可怕 當年的事故現場還發生了幾個沒辦法解釋的奇怪事件 例如當檢察官和法醫到現場相驗的時候 原本通明的路燈突然同時熄滅 而現場瞬間陷入黑暗 所有人只能沉默不發異語 心中只能不斷的跟死者道歉以及助念 而另外 當遺體被送上車時 出現場的所有攝影機同時發生遺狀 開始畫面是越來越模糊 一直隨便地對焦 直到載運遺體的車輛都離開之後 鏡頭才恢復正常 這33條已故的性命 彷彿在用科學無法解釋的方式 阻止被大家看到自己悲慘的最後一面 跟他爸爸媽媽這樣出去玩 很少喔 第一次 這不是 小子 李家親戚哀頭欲絕 他們萬萬沒想到 只是一趟平常不過的賞花行 卻從此和親人天人永隔 死者大部分都是銀髮族 早上興致勃勃地參加賞音旅行團 誰也沒想到 竟然會以這樣的結果收場 包含肇事的司機康鈺勳 以及導遊蕭如敬 都沒能逃過一劫 笑著跟爸爸講說 你一定要長命百歲 然後看到我結婚 誰知道隔天就發生這種事情 這真的沒辦法 接受太難了 女兒的心願很簡單 卻再也沒有辦法實現 一場意外奪走了33條人命 死者家屬得強忍悲痛 接受親人沒辦法體面地離開世界的現實 而來不及道別的親友 就只能夠在網路上 倒進無限的追憶 在死者的臉書上 留下再也不會有本人回覆的留言 回到發生事故的現場 來尋找意外的整個蛛絲馬跡 其實我們從空拍畫面來看 國五接國三的系統紮道 是真的非常的彎 遊覽車車的車身高 過彎時車身本來就容易傾斜 那如果車速太快 上乘重量又過重的話 就有機會翻覆 而在根據目擊者指稱 遊覽車過彎完全沒減速 翻覆的原因其實一目了然 但重點是 司機為什麼都不減速 是道路設計上真的有問題 讓他沒有意識到自己進入彎道了 又或者他是在趕時間呢 開出隧道的車輛 一輛輛筆直的開在國道上 一路上沒看到任何速限標示牌 右側的燈桿上 卻突然出現時速40公里的標示 緊接著直接進入 發生意外的大灣道 讓人質疑 這標示是不是不夠清楚 這個灣道在之前104年 也曾發生過一件AE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傷這樣子 原來這個路段之前也曾發生意外 40公里的速限標示高掛在燈桿上 但在這之前限速卻是80公里 突然要駕駛減速加上急轉彎 才可能翻車釀過 至於車體結構是否有問題 經過檢方鑑定之後發現 這竟然是一輛19年的老爺車 車齡比較老舊當時在結構分析上 也沒有很注重這個製作的過程 防鏽上有脫落 就是有斷裂的可能性 車體結構老舊無法承受高強度的撞擊 這是拉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 但造勢車輛近期三次驗車的結果合格 而煞車系統車身長官高也都符合法規 這機械問題因素是可以暫時排除 而另一方面 檢方發現已經罹難的司機康鈺勳 過往的頒表經常是連續上班十幾天 甚至還有連續24天沒有休假的紀錄 而家屬的一番話似乎也透露出選機 爸爸感冒說要請假在家休息也沒有 是10號的那一天 早上8點才回到家 睡一下之後再跟我講說他要出去用車子 因為他隔天要跑荷環山 弟弟才48歲 壯年耶 康鈺勳的姐姐講到淚崩 情緒很是激動 他說弟弟常常是凌晨5、6點就出門工作 深夜11點多才到家 而每天工作15、16個小時 長期休息時間不足 但碟電話旅行社卻出面駁斥 全聯會發言人也出面背書說 絕對沒有過勞的問題 司機他是休息了足足有兩天 那不是在胡扯嗎 是不是 人死了就可以把責任推給死者嗎 很多客運以及遊覽車司機 常習有過勞的問題 你知我知 獨眼龍都知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而即便有勞機把跟汽車運輸管理規則 規範了上班的時間 乍汗之下是保護司機的權益 但同業就也跳出來說 幹這一行怎麼可能不超時 但是你一出去外面 這樣跑塞車或者什麼 休息時間 客人延誤 這些時間都會加入我們時間 所以說一個司機想坐八小時 很不可能 就有同業在網路上PO文表示 接國旅團真的很操 因為旅客都會要求早點出發 才不會塞車 司機凌晨四點就得起床 六點接客 一直到晚上九點結束旅程 司機還得整理車子 十一點回到車場 回到家洗澡睡覺 已經是深夜十二點 凌晨四點又得起床開車 司機透露寧願接大陸團 至少坐行比較正常 歐洲的司機是 時間到 關鑰匙 我上班時間到了 哦吼 那我們台灣有辦法做到這樣子嗎 而且根據同行的爆料 碟碟花可以說是 業界出了名的血汗 因為主打超便宜的國旅行程 已經很划算的一日遊行程 碟碟花就是硬要比其他的旅行社 再便宜一兩百塊 這當然吸引了大量消費者的支持 而碟碟花大打價格戰 消費者是覺得賺到了 可是苦的卻是這些 不斷出班的司機們 我也曾經衝過五零二十三天 每天四點多就起來 最晚四點半從五零下來 不然大家是十二點多快一天 離職員工聚聚控訴 二十三天天天上五零 美景看到你 每天開超過三百二十公里 還沒時間睡覺 一點到家才剛洗洗睡 四點又要出門上工 血漢工時不只有他 血漢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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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門戴了兩年四個月 我曾經三十天沒有休息 都在開 因為我們發覺說 爸爸不忠實 我們的生命才能死 而除此之外 碟碟花旅行社靠航有力通運 來經營遊覽車的事務 但誇張的是 只要說了事情 連自家司機到底該算誰的員工 都要踢皮球 更被爆出 他完全不幫司機保勞健保 連基本福利都要被壓榨殆盡 這在業界可以說是惡名昭彰 沒有勞健保 就等於說我們好像沒有主人一樣 兩邊人 派班又是碟碟花派的 然後靠航是由別家公司來靠 碟碟花的做法是說 他連住宿的錢 包括茶水費 包括什麼費用 全部都剝奪十七啊 碟碟花不斷地被起底 再加上罹難司機康玉勳的家屬 也在在地證明 康玉勳就是不斷地出班 沒有得到足夠的休息 而原本幫碟碟花背書的 旅行公會全聯會也轉彎致歉 公會的時候得到的資料是 前面是沒有派班 再經過求證 發現那個資料是有誤的 那這個資料應該是 司機女人那邊提供的資料是對的 跟大家就是致歉 對不起 碟碟花負責人周繼宏 在意外後的隔天火速道歉 但死者家屬就質問他 意外的細節 甚至公司的狀況 周繼宏卻疑問膽不知 就好像學校被老師罰贊的學生一樣 竟然只能站著哀罵 連話都說不出來 特別是那個絕對不會講話 因為他看起來比我還年輕 他不可能講話 我這樣講 他多大學 他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他根本不是老闆 他不會有同理性 講述這個事情 他沒有可能 他沒有家人在這裡 碟碟花的小老闆 看起來年約30出頭 他只要年輕的律師一面的家屬 所有疑問 只能頭低低的待戰 在原地 什麼都說不出口 連公司內部的移運狀況都說不出了雖然 那這也難怪 因為周繼宏呢 就是被推出來當擋箭牌的 讓家屬罵爽了 看起來很難的 連公司內部的移運狀況都說不出了雖然 那這也難怪 因為周繼宏呢 就是被推出來當擋箭牌的 讓家屬罵爽了 看起來很難的 能不能小小火 周繼宏雖然掛名負責人 但碟碟花實際上 還是由創辦人周筆昌來掌控 而這時候 他人呢 碟花的那一頭 句句毫無責任感的發言 他就是碟碟花的老闆 周筆昌 聽不到一句道歉就算了 被問到罹難者司機呢 有沒有過勞的問題 還斬釘截鐵的說 絕對沒有這一回事 電話裡顧左右而言 他還把私事給搬上檯面 但面對死者家屬呢 他卻選擇神隱 直到士林地監署 傳喚周筆昌才首度露面 坦稱事故車呢 是登記在他名下 而且也沒幫駕駛 保牢健保 周筆昌面對建方呢 是很老實 但面對家屬 卻又擺出一副 事不關己 高高在上的嘴臉 甚至直接在家屬協調會上 楊詩做對解 月有殷勤圓缺 人有悲歡離合 此事古男權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產權 我很不好意思發生這種事 但是就話一出 家屬在台下 直搖頭按耐不住情緒 你讓他說明 你要夠細顧 我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 因為在所謂眾怒難犯 我出來如果說沒有辦法解決事情 被這個罵一句 被那個罵一句 於事無捕 所以說我是一定要先謀定而厚動的 不是說我要逃 你逃得掉嗎 你逃不掉 你現在才出來啊 你講這個什麼話 人為才死 鳥為死亡 自古以然 懂不懂 而且這個東西 有很多事 我也不願意講 言下之意是說 旗下司機自己愛錢 所以活該背 血汗奴役嗎 周比昌誇張的行徑還不只如此 被問到為什麼不幫司機保勞健保的時候 他竟然還扯說 曾經有員工悲債又借錢 這讓他從此不願意幫司機保險 卡債是我個人的問題 但是公司方面 他從來也沒有說 要另外幫我們家保 每個人也都沒有幫他們保 所以他今天說的事情都是謊話 被周比昌點名的李海通相當憤怒 只罵迪戀華旅行社根本 枉顧駕駛權益 以前工作就常常被壓榨 曾經一個月只休一天 他生意很好 有時候我們累了要休息 他都盡量不讓我們休息 也是一直排一直排 碟琳華老闆 只把員工當賺錢工具 致刺出事身亡的駕駛康 跟導遊蕭如敬 更是被周比昌吃得絲絲的 像今天的康司機 跟蕭如敬 他們這麼盡責 結果什麼保障都沒有 替公司招攬客人 那結果他現在是死無全失 那你還說他是義工 義工要背人命嗎 我出來做義工 我還要背人命嗎 如果你沒看過冠老闆 現在就讓你看看冠老闆的嘴臉 周比昌一連串荒槍走板的言論 著實激怒了家屬以及司機們 但是他們控告的罪名是 業務過失致死 碟琳華負責人周比昌 周紀鴻以及有力通運的負責人 當然還有這一次的 肇事司機康玉勳 都是以業務過失致死來起訴 但康玉勳已經身亡 那形勢上當然撤銷告訴 而檢方調查了肇事的原因 當時肇事的路段限速40 而遊覽車車速卻高達了84公里 最快更加速到98公里 雖然康玉勳有試圖踩煞車 但撞擊時的速度 仍然高達79公里 而遊覽車的構造 經由刑事局建設中心等單位來鑑定 車輛結構都沒有問題 因此偵查終結後 認定車禍主因就是超速違規 想法等於恐龍檢察官 到目前為止 連語氣道歉都沒有 我們也沒拿他半毛錢 沒有 現在我的子子跟子女是致死實力 第二項的應御過失致死案件 另外告示的譯主還認為被告涉嫌的是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 原則上本案經過爭解之後 認為犯罪協議不足 前來予以不起訴 而康韻勳過勞的問題 檢方確實有傳喚蝶戀花的前員工來瞭解 他們也都表示 的確有超時工作的狀況 但康韻勳是否是因為過勞 有沒有造成心臟、腦部或其餘的疾病 並沒有相關的證據可以直接來認定 所以全案最終只剩下民事賠償 而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駕駛超速本身 但對於周比昌經營公司以及員工超時的問題 始終未能給個解釋 這對於死者家屬而言 還是無法給個安心的答案 而先前高調傲慢的周比昌 如今也悄悄的身影 但卻有人爆料 周比昌還想在東山再起 按下電鈴 但是另一頭卻始終沒人回應 國道翻車造成33人死亡 蝶煉華旅行社遭到行政裁罰勒令停業 信箱塞買信件 看得出很久沒人前來上班 但是卻有離職司機爆料 江湖傳言周繼宏還有在私下接團 離職司機爆料停業後為求生計 蝶煉華疑似暗地裡死灰覆燃 對照翻車案前 記者直擊大老闆周比昌還開著遊覽車出車 這項傳聞更顯得真實 加上周比昌人脈廣 有不少大老闆決定暗中助他衝出江湖 現在入傳也不僅清 然後再加上車輪的限制 所以搞得很多車子的生計都很困難 有幾個老闆願意幫周比昌攻山採集 33條人命到底該誰負責 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已經給出了答案 而周比昌是否真的東山再起了 旗下員工還是如此的血汗嗎 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而這一起重大意外 也點出了台灣遊覽車司機長期過勞的問題 還記得嗎 曾經交通部的官員說 手握方向盤才算工時 可是司機都不用事前或事後的準備時間嗎 這些時間難道都算做白工嗎 對此交通部預告要修正 汽車運輸業的管理規則 駕駛單日從報道到行程結束 不能超過11個小時 這樣才有辦法把整個上班的工時 壓在勞動部規定的寒假班時間12個小時之內 只是這麼做真的能夠保護司機的權益嗎 我想很難 也希望法規能夠越來越進步 否則就像司機們說的一樣 他們拿命換錢 而我們拿命去旅遊 一日遊或許不是我們想的這麼物超所值 便宜的背後很可能是在拿命擔保 以上是這次的故事內容 有任何想法都歡迎留言討論 而最後是我們的工商時間 抒壓飲品夢夢水 有抒壓元素 茶胺酸 添加GABA 洋柑橘萃取物 豐富膠原蛋白 依熱量好吸收 更能幫助入睡 現在輸入大冰虹推薦代碼 CTI521就能獲得折扣 上網搜尋快點購或掃右上角QR Code 還有更多的優惠等著你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存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蔡品紅 我們下次見